好,中国民心,香港民心,开麦,今天是11月11日,星期三,但这个是一个录制的节目 我就是星期二下午录的,今天说的东西比较多 我估计都要录一个小时,录完都差不多是星期二的五点钟 今天我们也会比较平衡,当然要跟进美国大选,但也会跟进多一些香港的新闻 不像上几集那样,只是跟进美国大选,香港很多东西都失败了 今天那个恒指星期二比较怪,你看到指数升,但ATM一直跌 我相信不是那些大东西出货,就是国家队 其实中国也捱了很久的,你看到,所以我估计他不太够美金 你看到,蚂蚁被人截一截之后,立刻要返回快手 立即出發快手 和TikTok的字節跳動 香港業務 你就可以看到他真的很等美金 等美金之外 他亦都要等拜登 因為如果拜登上去的話 拜登上去的話 有很多人搞錯 拜登上去的話 不是特朗普通過的事情 他都可以推翻 他只能推翻行政命令 行政命令 如果特朗普做制裁的事情 他是根據現有法律 例如民主及人權法 香港自治法 這兩件事是經過兩黨共識通過 特朗普簽名 或者制裁香港官員 或者取消香港自治法 那些不是他用行政命令做的 你不可以推翻 譬如現在制裁11個官員 再加4個 那是根據香港自治法 香港自治法 是兩黨一致通過 然後才放在特朗普桌面 特朗普是簽名的 拜登上去的話 也不能推翻 何況他現在上不上去 也是一個問題 他現在上不上去 可能是很大的問題 你看到中國就做乞丐了 為什麼? 你看到今天華為開始賣東西 即是捱到 捱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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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頂難頂 接著呢 現在要賣東西 將HONOR 榮耀賣回給這個 深圳神州數碼 應該是國企來的 大家知不知道 原來深圳有70%的企業 都是國企 七成都是國企 誇不誇張 誇不誇張 有七成都是國企 那你想想 你想想 等錢用的狀況 去到哪裏 那就做乞丐 我們都說了華為做乞丐 如果華為 有這樣的動作 即是說 拜登短期之內 即使被他上去 短期內 都不能扭轉華為的禁令 還有一件事 如果你看到 現在他這樣做 即是國家 就已經 覺得華為救不了 華為救不了 如何捧小米 國家只有一隻相 不一定要華為上 任正非就 發完他的 全球五支爭霸的夢 開始發完 孟晚舟就是他自己搞 不知道他怎樣搞 他用自己的錢搞 總之一件事 對國家慢慢沒有利用價值 所以我們很早說 華為就做乞丐 對吧 我們很早說了 現在就要賣東西 正常的拜登上 你不用賣東西 對嗎 拜登一定會幫中國 但 你也看到 特朗普制裁了香港四個官員 其實就是想看看 究竟拜登會不會發聲 一如所料 不能發聲 不會發聲 亦不能發聲 當然有很多陰謀論 我們稍後再說 但 原來打高爾夫球都可以 其實 你看到特朗普是 有些中國的孫子兵法 意味 我甚麼都不做 我去打高爾夫球 我喝你 好 那些牛鬼蛇神 便出來了 牛鬼蛇神便出來了 好 接著 我告訴你 我現在告你 你看到 拜登就走出來 我又告你 你不讓我宣布我做總統 那你就自打嘴巴 對吧 你說別人掃諸法律 你就掃諸法律 所以 中國人有一件事 是說得很對的 你未去到這個資料 你根本上 你未去到這個資料 坦白說 你問我 如果鬥奸 拜登怎麼夠特朗普奸 他當然奸過你 做生意 對吧 你以為共產黨在後面就可以了嗎 我相信共產黨的力度 沒有那麼大 甚麼都有 很多人的利益在裡面 共產黨的利益也有 民主黨的利益也有 民主黨也是 我想跟國民黨差不多了 現在是背水一戰 但是問題是 你現在看到 特朗普慢慢 將那些證據 一路一路扔出來 扔兩天 我就去打 golf 扔兩天 我停一停 看看你做甚麼 我就去打 golf 慢慢慢慢地 傳媒就會覺得不對勁 也引出了很多牛鬼蛇神 蔡英文是其中一個 中國聖 中國不出去攻我去 為甚麼中國不出去攻我去呢 因為一件事 他知道 拜登不一定贏 太多 有可能的變數 如果特朗普一連任 你馬上就完蛋了 但現在特朗普不連任 連不連任都好 這兩個月你都完蛋了 所以你說 你租拜登 鬥奸 你怎麼夠特朗普奸 對吧 人家破了 讀書 他破過六次產 對吧 破了那麼多次產 人家還不聰明嗎 對不對 你租拜登 人家不停地順風順水 以為沒有人看到 對吧 我只是去打高爾夫球 我打了兩天高爾夫球 我甚麼都沒有做 那這些牛鬼蛇神 就變身了 所有那些 Facebook Google Twitter 糟了 全都出來了 糟了 拜登上不了 怎樣呢 真是的 特朗普很忌仇 這個混蛋 大糕 現在蔡英文 就兩邊不屍人 所以我覺得 我經常說 你沒有政治智慧 就不可以玩政治 雖然我們不會玩政治 我們沒有政治智慧 真的 你沒有政治智慧 就不要玩政治 你看一下 普京 不出聲 亦都可能 他老人癡了 所以不能出聲 哈哈 我不敢說 可能他這次 俄羅斯不插手 因為他呆了 所以不能插手 也不敢說 好 我們一會進去說 我們的patreon連結在下面 希望大家支持我們的後備頻道 剛剛也說了 我覺得 這麼大型的ATM 那個下跌 應該就在收水 其實是 收水的 不是淡馬錫 那麼大 或者Softbank那麼大 那些 就是國家隊 老散絕對做不到 那 有可能是 即是他們覺得可以收網 即是賺得差不多 也有可能 國家要收錢回去 那大家就看路了 好 那我們 收了市 現在差不多 還有 都收市了 幾分鐘 那麼我們鑽石九 五十七個月 就一百六十五個巴仙 跌了幾個巴仙 那麼美銀 就沒有什麼變 九個月就大約是四十三個巴仙 那麼今晚呢 我又會將九月份的收費日版 放進去網址 那麼大家如果有興趣 訂閱我們的投資日誌 或者是YouTube投資筆記 如果是美股十一月份 大家可以付費 那麼大家可以看片尾 怎樣付錢 或者帳戶 有任何問題的 電郵給我 香港financial at gmail.com 星期二 就新增九中 那麼呢 嗯 一會兒我們都會說 林鄭在廣東省 就撞板撞到認 沒有這麼認 做人呢 我們經常說 我又說回剛才我說了一句話 你不是真的有料 就不要假裝有料 之前呢 你記不記得林鄭當時 習 在廣東省大橋 一馬當先 一馬當先走出來 走出來和習近平 並肩而行 然後拍照 回來和別人說她如目春風 現在呢 你真是如目春風了 連廣東省都串咎你 現在是 等你之前這麼串 你隨時替你東姑 你現在香港一個城市 走上來我廣東省 問我什麼時候開放給你 我屌齒你了 現在 活該死啊 之前這麼串 對不對 我們一下去 我們會講到那一段 這個呢 大家要小心 特朗普呢 真是很忌仇 我這個人 我真的覺得 一件事呢 他 在香港 會動金融機構 不出奇 聯繫呢 已經說了 聯繫會 他不能動 因為白宮之前 拒絕了 但是呢 如果一些 不根據美國制裁令 例如 好像匯豐這些契弟 他真的會動你 但是呢 他就不會馬上不讓你做生意 罰錢 多人不多 十多億美金起跳 美金不是港幣 所以 十一月裏面 應該有震盪 所以大家要小心點 今天 我們的封面 就是拜登的牛鬼蛇神 他自己現身 他自動搶江 那樣神怪 那些人是自動出來 自動出來 就要 表示自己忠貞 誰知道 全部大兩獲 Pensylvania 已經告Facebook Pensylvania 已經有人告Facebook 遲些就到你Twitter 到你Google 到你ABC 到你Fox 等你搶出來 但是最大的問題就是 現在拜登當選不到 沒有人能夠互助你 最大的問題在這裏 是不是 我們一會進去說 所以 原來什麼都不做 有時候是可以的 我們以前 中國有事人以虐 我告訴你 我很虐待虐 我輸了 我現在很糟糕 那你便出來了 你出來了 所以大家又要學習一個 就是 川普 74歲 讀者說過過六次產 破過六次產 怎會沒有防備 是你這麼狠狠 才會中他計 還有 我覺得那些 藍絲 你的腦子真的有問題 你現在 從頭到尾 拜登都是一個 贏民調十幾個百分比的人 贏的人 用什麼作弊呢 正常是否應該 Donald Trump作弊呢 現在是輸那個作弊 對吧 怎麼會贏那個作弊呢 贏那個作弊 來做什麼呢 是不是 我真的不明白 既然你贏了 用什麼作弊呢 因為你看不到任何 有問題的票 是跑去Donald Trump 對吧 對吧 如果任何有問題的票 是跑去Donald Trump 的話 那就是Donald Trump作弊 就沒有 全部都是跑去拜登 那既然民調 你為什麼贏了十幾個百分比 那為什麼還要作弊呢 對吧 正常是否應該Donald Trump作弊呢 那你稍為用腦子 你也想到 對吧 那就是民調是流的 對嗎 對嗎 你以為做這些大外宣就過得了嗎 你以為香港 因為我們說到美國的司法制度 別人是分開的 別人是分開的 總務部就宣佈你是不是當選 有個聯邦選舉委員會 他又是負責你可不可以當選的 然後有個司法部 玩都玩都很殘利 他是把權力抹散了 你怎麼賄賂這麼多人呢 是不是才對呢 但是問題是 你可以看到 一部分的媒體 應該就是受了賄的 但是我覺得就不是全部 有些是自動衍生的 自我審查的 但是我朋友有說 在美國仍然有些小的媒體 他是照報道的 所以你阻礙不完 你不要以為你可以阻礙不完 然後你現在自動衍生 第一件事 如果特朗普上到 你是一身矮 第二 特朗普上不上到 你現在也是一身矮 因為 Facebook已經在Pensylvania被人告 你豬有八甲便是昂糕 對不對 這麼快表忠幹什麼 你收了很多錢嗎 你進到美國嗎 你進到中國嗎 對不對 特朗普這傢伙很記仇 對不對 真是大糟糕 好 我們先說一些 香港和世界新聞的花邊 這件事 昨天的導致聲 就是因為 Facebook宣布了 有很多陰謀論 我也有看黃世澤 有一件事我不是太喜歡他 就是很多陰謀論 當然我不能否認他猜的 對 即是說輝瑞那些又歸了一邊 歸了一邊 你看看 剛剛在拜登當選之後 其實根本沒有當選 沒有任何的公營機構出來說他當選 他自己和傳媒都說他當選 就說 你不是等到那一晚才公佈 營造股市的氣氛 我覺得一件事 暫時未有事實的根據 我覺得一件事 無論任何時候 他宣布股市都會升 為什麼呢 假如沒有了新冠肺炎的威脅 那就全部行業都會復甦 所以一定會升 但是我覺得 一件事是 當然他有他的評論方式 我不評論他的評論方式 但是 我覺得 除非真是很明顯 如果不是 無謂太多的陰謀論 其實你不用用陰謀論 其實你也有很多話題 也有很多 有很多是不用陰謀論的 有很多 就是白點說句 就是 放在桌上 即是在桌上 我們今天說過很多東西 在桌上 不用陰謀論 是人都看到的 已經是 今次 輝瑞 我剛剛做完YouTube 投資筆記 今年 他可以做到 五千萬個疫苗 明年 大約是 三億 左右 即是三億五千萬 但是 如果你可能有事 你要打兩支 所以 我相信 香港應該就沒有份 有些人問 喂 那 可能是留的 這個人 沒有 很詳細地公佈出來 究竟 他怎樣對付新冠疫苗 我還告訴你 你共產黨 在這裏偷東西 我當然不能告訴你 對不對 不可能告訴你 偷東西之後 又說沒有偷 然後又說我自己製造的 你今天看到 復星就跑出來了 我們期望 我們很快會有疫苗 然後復星 就馬上升兩成 他只是期望而已 其實輝瑞 都未完全通過 但是 輝瑞 當然令人有信心 是否 輝瑞 德國的BioNTech 或者麥沙東 那些當然令人有信心 但是我相信 香港就不會有份 我相信短期之內 只有美國有 其實 除非他再給其他 加入的國家 一起和他 或者公司 一起去生產 如果不是 正常只有香港人 只有美國有 但是現在 以香港和美國的狀況的話 你也不需要 只要買得到 所謂一役苗難求 是吧 但是我們還要等他 再確認才知道 暫時都未知 但是 他已經說了 做了這個臨創 有九成的效用 你看到巴西 就 立即轉換了一隻 中國的 轉賣美國 一定的 對不對 中國的 別相信 怎麼會試死你 對不對 打了沒有 沒有下游自可 打了大九成 對不對 這是我們剛才所說的 林鄭那些 那些 仆佳 對嗎 很明顯 這個消息走出來 很明顯 就是說 林鄭在北京 是沒有跟 韓正說過的 她是回到廣州 才去廣東的省政府說的 如果跟了韓正那些說 根本就不需要問廣東 問什麼呢 就是 希望放寬 通關條件 就是說 廣州的可以下來 香港的可以上去 最多做健康碼 你說怎樣就怎樣 你叫我做契弟是契弟 你叫我扮矮仔是矮仔 對不對 為什麼要這樣呢 原因就是 因為香港的經濟要復甦 因為很多建制派 當年投他那些人 就是天天吵咬他 他又不敢問韓正 習近平不見他 那就自己下去廣東 和深圳 如果 我估計沒錯 廣東和深圳 是他家的 他主要只是去見韓正 廣東、深圳和現在去澳門 澳門可能是參觀的 但是這三件事 就是他自己家的 他自己家的目的 就是希望自己私下去談 但是你看廣東省怎樣說 廣東省要求你很簡單 十四天清零 人家怎樣算呢 就是說十四天裏面 超過十中 十四天裏面 整個十四天裏面 就是我們一天就已經過了 高風險 少於十四天裏面 中風險 零就是零加低風險 零應該是沒有風險 基本之分 你看看人家的要求 硬 即是說 現在廣東省將香港作為高風險 為什麼要看你林鄭台戲 你又不是習近平 但是更奇怪 他只是去廣東省問 那深圳又怎樣 是不是每次都坐船 是不是每次都坐船上去 那是不是每次都坐飛機去廣東 也可以 你也可以坐飛機去廣東 我也試過 坐飛機去廣州也可以 那你不去深圳又怎樣去廣州 那就是證明他首先想說服廣東 廣州 然後下來說服深圳 誰知道廣州和深圳 都採你有味 就是這麼簡單 是不是 等你之前還這麼囂張 你少少一個地方首長 當時和 一個戰步標前 港珠澳大橋的時候 跟習近平相 並肩而行 然後回來說 我自己如目春風 記得嗎 旁邊有很多人看著 那些全部高級過你 中國人很能記仇 多久呢 有多久呢 有多久呢 2017、2018 昨天才是一年多時間 那你不是看到一件事 其實根本中央已經放棄了這個人 我已經告訴大家 他上到去見韓正 其實什麼都沒有發生 什麼事都沒有 施政報告你自己搞 你自己想 你自己想 怎樣解釋 你自己解釋 如果你說過了龍一年 我都相信 因為你看看 他根本整個廢 你看看 中央跟他是零互動的 是零互動的 正常呢 廣東 不應該站得這麼硬 他應該最少都將他擺作中風險 但你看看一件事 你看看別人 第一件事 他無謂搞到自己 第二件事 我想不想賣你帳 你又不是習近平 是不是 你又不是黨委 我想賣你帳 現在 對嗎 這不是你做人平時的 你對別人是怎樣 你串通過馬頭孤雷 你看到林鄭那些人 有風洗盡理 你看到他一巴掌的時候 鬆無鬆役 你看到他 他是這樣的人 其實這個人不適宜從政 是不適宜從政 你看看他以前 李登輝 你罵他 你稱讚他 你說他 你稱讚他 就是這樣的 真的 你看看別人的從政 其實是 何要說呢 其實也是 人家是起路不燃於式的 你罵我,我也很開心 你不罵我,我也很開心 你林鄭這樣 你就得罪全世界的人 是香港 你現在香港坦白說一句 是你那兩個死忠而已 其他人哪有人扶你呢 林鄭 白說一句 現在那些人是不能罵中央政府 林鄭任罵的 有沒有一個人因為罵林鄭而被他抓 沒有,你就罵吧 林鄭任罵的,大家知道嗎 林鄭和香港官員是任罵的 國安法是不會保障你們的 國安法就是保障那些國家官員 又不罵的 你有沒有聽過一個人罵林鄭 而被人抓了,就沒有 你罵一集就被抓了 就是這個意思 他當你是什麼呢 他當你是林鄭的避免 當你是李家超的避免 根本都不理你 你說過了林鄭炒了林鄭 我也覺得信 你想想一件事 國安法 什麼都不通知你 喂 日幾之前 突然間殺停了這個 突然間殺停了這個施政報告 有沒有給過面子 用什麼要給你面子 對不對 你廢就不用給你面子 對不對 就是馬雲而已 如果馬雲真的這麼厲害的話 馬雲真的這麼重要的話 怎麼會在螞蟻上市前一晚才找他談 因為都不想問過你 對不對 你是公仔而已 你出來站台而已 真正掌這個集團也不是你 老祖已經不是你了 你看到今天 我們早就知道 這個我覺得是好事的 政府就幫助居住在香港的大灣區人 大灣區人 每人就兩千元人民放 去港大深圳醫院覆塵 網上我聽到人都覺得他們不錯 不過 某些專科就比較貴 還有最大的問題就是圓 就是圓 如果在較遠的地方 你怎麼會坐 一個多兩個小時車去看醫生 是不是 急死了 附近的就OK 但是如果你專科 我不管你覆診也好 正常悶診也好 你真的一次都用你千多元 我看這些評論 都OK 只不過是貴 貴 還有有說 其實這個香港大學 深圳醫院 白說句 他都是虧損的 都是指以國家補貼的 其實至於國家補貼的 其實現在林鄭做這件事 就是變相補貼她 變相補貼她 變相由病人的手 把錢放給她 不過 對病人都是有益的意思 我也覺得OK 只不過 第一件事太遠 很多人未必去到 第二件事也不看得多少次 最多一次半次 因為你看專科那些 我在網上看到過千人民幣 專科那些特殊的食藥那些都過千人民幣 你兩千元人民幣 一兩次都未必足夠 只有一次領 但是這些措施都好過沒有 始終幫助到有需要的人 我們接下來會說 關於蓬佩奧制裁香港四個官員 這件事 黃世寨也有說 他就說 你看到現在制裁香港四個官員 昨晚而已 就是想美國想試一下 中國想試一下 拜登的陣營民主黨 究竟 是否真的袖手旁觀呢 是吧 我就制裁 我就DQ你四個泛民 甚至更多 那民主黨又會有些甚麼反應呢 甚至有很多 不止黃世寨的很多人說 拜登一上就現形 共產黨這樣 我覺得一件事就是 這個說法不是很準 為甚麼呢 因為大家要明白一件事就是 你不要再用江澤民的管治方式 習近平不是江澤民的管治方式 習近平是毛澤東的管治方式 你在當時毛澤東主政的時候 你有沒有聽過有反對黨呢 是有的 不過那些反對黨全部是監倉 習近平是根據毛澤東的路線 全面管治 習近平是不容許有反對黨的 OK 清楚嗎 不關你民主黨上場 還是原先 或者甚至Donald Trump 再在這裡 他也是這樣做的 習近平的全面管治就是 不容許有人反對我 清楚嗎 那你說你有甚麼證據 有 十二港人就是 十二港人的時候都還沒選 美國總統 他不是要拘捕嗎 是不是 他不是要拘捕嗎 對不對 對不對 這就是最好的證據 明目張膽地拘捕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問題就是 不是完全沒有原因 但是原因就是 其中一個就是 習近平是全面管治的 全面管治這個信號 去到執行的人 就變成硬手 去到執行的人 就變成無法無天 大家看到 郭偉強就是 對不對 這樣拘捕的 律政司 都可以介入 撤銷這個私人檢控 這樣都說證據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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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是完全爭取不到的 香港是完全爭取不到的 但是最大的問題就是 他認為 這個方式 可以批在美國 當然是失敗了 對不對 我們待會去到片尾會說的 楊潤紅這些 就是 那些牛鬼蛇神的另一類 楊潤紅現在這些 就是撲出來要領功的 他就類似梁振英 楊潤紅 梁振英那些是沒有權的 他一點多權都沒有 他只能夠不斷去證實自己 不斷去表示忠心 令到自己可以坐到位 得到份長良 他說什麼呢 他說給他處分了教師 可不可以停牌一段時間呢 或者不發工資是扣薪 你什麼時候聽過共產黨會扣薪的 我真的沒有聽過共產黨會扣薪的 他是完全不了解黨 共產黨是不會扣薪的 共產黨是動了你 然後動了你進監獄 坐牢 一坐就釘死你 他怎麼會讓你扣薪的 你有沒有看到那些黨委犯了犯 然後扣薪的 你是不是傻的 這些可以證明是他自己想的 一定不會有 那他為什麼要說這些呢 表忠 表忠 現在香港是很多不同的牛鬼蛇神 現在香港是 這個一樣是國安處要白一點說句 當然要拿一些功勞 是不是才對 在共產黨之下 你不是最高的那些常委 黨委 你就一定要領工 這個領工我覺得領得離譜了些 就是抓了什麼呢 鍾翰林就沒有了 已經在國內受禁 在深圳鹽田派出所受禁 但是現在抓這個學生動員的前成員 陸凱天 他的罪中期 他涉嫌 他不是協助他潛逃 細節的罪名就是陸凱天借房子給他住 喂 你是不是應該要抓他呢 如果你抓了鍾翰林 給他保釋的話 那我怎麼借房子給他住呢 如果你不是抓了他 還給他保釋的話 那我可以借房子給他住 那現在抓他什麼呢 就是 協助鍾翰林潛逃 違反國安法 離譜到這樣都可以的 就是離譜到這樣都可以的 就是以前 共產黨那些窩床罪犯 叫做 那如果罪犯的話 你為什麼不抓他呢 他說罪犯的話 你是不是應該抓他呢 如果你讓他四圍走 那就要先抓你 抓了你國安處 對不對 喂 那你那些酒店 嘩 為什麼鍾翰林一來住的話 嘩 糟糕 對不對 我招呼過鍾翰林 那我就發生國安法 是不是 在共產黨沒有法律的 沒有法律的 他就是法律 我們 在Patreon我已經說過了 但是呢 今天可以說多一點點 那我就不是說他們四個 那我就 我們已經說過了 你向共產黨跪低是沒有用的 是沒有用的 是沒有用的 習近平呢 當時為什麼 其實我說過當時不太久 九月的時候 為什麼讓他們四個還留下呢 原因就是不想太難看 好了 過了一個多月了 咦 社會上沒有什麼人支持你們 沒有什麼人看你們 是不是 我們剛才說過 習近平是不容許有反對派的 不容許有反對派 你聽著我說 你用回毛澤東就可以了 是沒有反對派的 那又如何 DQ你 我也覺得不對 為什麼呢 我們有彈文匯 大公出來呢 坦白說 最近 因為他們 點人數 就 逢他們 我已經猜到不對 但其實問題就是 假設一個場景 在那個立法會裡面 所有人都不在開會 只有我一個 我不是要求點人數呢 只有我一個 我開來幹什麼 我再開 我再說話 其實這個會是留會 但現在他的問題就是 你叫點人數呢 你就犯了國安法 其實真正犯了國安法的 是不在會裡面開會的人 對不對 所以他就亂來 其實他亂來 我對的 如果我只有我兩個人 我當然要點人數 我說來幹什麼 根本這個是留會 都不夠人數 怎麼開 對不對 不行就快點鬆章 快點走人 對不對 他剛剛就反過來說 喂 你們兩個發了個案 關什麼事 如果所有人齊齊齊 或者甚至多個 開會的法定人數的話 白說一句 第二次我叫 你也把我帶出去 對不對 就是說 他沒有說過 他說的是謊 就是說 真的不夠法定人數 那你就想 他不會跟你講道理 對不對 他不會跟你講道理 習近平就是 他不容許有反對派 現在這四件 我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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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譚耀宗說得 應該是真的 你不要管他釋法 也好 或者怎樣也好 就要DQ你四個 但是DQ你四個是不足夠的 DQ你四個 你脫身也偷笑了 他可以控告你國安法 他控告你國安法的話 你官司也要很長時間 告訴你 現在看看能否到新 我們今天不是想說 建制派怎樣壞 我們早就說了 這些我不說了 我在Patreon 已經說了二十幾分鐘 四十分鐘的影片 大家可以進去看 現在最重要的問題 大家猜一下 我給一個IQ提示 大家猜一下 現在最害怕的是誰 猜中無獎 讓大家猜一下 現在最害怕的是誰 最害怕的是泛民 最害怕的是建制派 最害怕的是建制派 大家想到嗎 我給你們看下一個畫面 湯家驊說 健康的議會 需要反對聲音 呼籲泛民不要總辭 湯家驊是最有智慧的一個人 不過可惜走了歪路 如果沒有泛民 還需要你建制派來做甚麼 保皇黨的存在 因為有反對派 是嗎 好了 第一件事 人大怕不怕你總辭呢 我覺得他不怕 因為第一 你未必真的總辭 如果你不貪錢的話 就不會做了兩次 整式整水的民調 然後也強行給自己的理由 自己留下 你看到市民都不擁抱你 那就是說 你這群仆街販民 就很貪錢 對嗎 剩下的那些 是未必會跟你們四個人總辭的 好了 第二件事 即使你 大家記住 沒有了四個人 你就不用再用點人數 因為建制派 說救人就救人 總共少了四個人 他現在不再補選 因為疫情 他說不補選也可以 可以的 即使補選也好 進去的 我相信一定有建制派 之後泛民又少了 好了 我假設你全部總辭 你猜人大會害怕你嗎 是不害怕的 他就放一些人進去 放一些我們叫做假泛民進去 什麼叫做假泛民呢 假泛民呢 簡單說一句 就像現在共產黨 人大開會這樣 他是坐在那裡 按制反對 沒有話要說的 那些就叫做假泛民 其實我估計 按反對的制 在習近平的桌子上 是習近平按的 他們按的所有按鈕都不可以 真正按的按鈕應該是在習近平上 是在習近平上 絕對不會按鈕 因為他們的按鈕是廢的 按不了的 只是有些人出來說話 然後剩下那些人按鈕而已 好了 如果真的出現這個場景 那還用不著建制派呢 保皇黨的存在 就是因為有反對派 如果是習全面管治的話 何來有反對派呢 沒有反對派 又用什麼要保皇黨呢 誰敢反對我呢 所以為了保住他們 其實湯家驊是最聰明的一個 他馬上走出來說 健康健、李老母 你想要錢而已 李慧琼那些是暗糕的 李慧琼那些是暗糕的 李慧琼都剷走泛民 你自己就可以一路 還要請你們整班建制派的大吃懶 這樣就駐米大蟲坐在那裡嗎 要找些理由 全部拔走你了 對不對 那會不會沒有建制派呢 不會 換掉自己的人 就是說反對 和建制和泛民 都是我的人 他只是禽可制而已 就是這麼簡單 泛民也可以贊成 對不對 建制也可以反對 對不對 那大家理性討論 不過按鍵的按鍵在主席那裡 對不對 所以其實 跟著怕那個 就是建制派 你現在泛民 我可以告訴你 泛民 全體總辭 第一 你未必因為錢 可以全體總辭 第二 我這樣寫一張包單 你全體總辭 人大都不會手軟 他只是把人家放進去 對嗎 他怕你 你猜 喂 現在其實畫爛臉了 現在畫爛臉了 是共產黨最高層的那些老人 不肯 不然他撕了一國兩制的字 他什麼都做得出 現在他只是靠香港 還要集一點點資 一國兩制的字 黏了一個胸口 不能抹 黏了一個胸口 黏了一個背部 不能撕掉 他撕掉了嗎 你什麼盜頭莊 打死你 還可以 對嗎 是這麼簡單 這群建制派 還以為可以長治久安嗎 沒有了 他全面管治的話 如果他不要一國兩制的名字 建制派一掃而空 沒有了 他要你坐牢 多麼難 當時贊成毛澤東的 你比劉少奇更厲害 你整群建制派 誰比劉少奇更厲害 劉少奇 怎麼死 劉少奇死得多慘 你比劉少奇更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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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受人民勇 比劉少奇更厲害 最後怎麼死 不要這麼天真 我們老早已經說了 你泛民 留下 你跪下 有用嗎 每一天 向習近平跪下的人 我相信一件事 由尖沙咀跪到荃灣 你跪下我就要看你了 看你有沒有利用價值 你現在就是沒有 對嗎 這就不是陰謀論 因為是同一天發生的 你看到 你看到特朗普出這一招 有兩重意義 第一重意義 這些人就已經在列列中 你DQ議員 你移動那十二個人 現在不斷地抓人 我就移動你四個 之前那些移動了 這些就是副手 港澳辦副主任 國安公署 因為處長移動了 副處長 警務處長、副處長 警務處、國安處的 高級警司李桂華 這些 就移動了 特朗普出這一招 有兩重意義 第一重意義 當然是復出 這一定跟想DQ這四個議員有關 我們也覺得沒有原念 沒有原念 你不要以為習近平 你制裁了林鄭 制裁了鄭雁雄 你制裁了駱惠寧 他會害怕 他不會的 因為他制裁你 不是制裁他 他不會理會的 他的概念和你不同 他覺得你們所有人 都是因為黨而生存 你有今天也是黨的 那黨給你所有東西 那你為黨做犧牲是應該的 他的概念是這樣的 所以你這幫人 全部都制裁了 連黑衣都制裁了 習近平也無所謂的 你不動他就可以了 其實不動他就可以了 其實是這麼簡單的 對不對 那在特朗普來說 有兩重意義 第一重意義 當然是復出 對不對 第二重意義 就是我看你Joe Biden 怎麼做 Joe Biden 連屁都沒有放一個 你做民主黨 他連屁都沒有放一個 那現在的人 就看到真面目 你說你是總統 你說你已經坐上總統這個寶座 那你面對這個極權 你又沒有話說 你沒有話說 你又沒有話說 何錦麗沒有話說 你整個民主黨都沒有話說 對不對 那民心歸向哪一邊 現在跟你打民心牌 你夠膽說嗎 你夠膽逆習近平意思嗎 你都不夠膽 那你看別人的牌 就打得很高張 他們不止不能夠入境美國 在美國的財產即時凍結 很多人搞錯 很多人搞錯 就是以為 拜登上 可以將 之前 現在叫做十一 十一加四 神區叫做十一加四 這個制裁放鬆 搞錯 它是based on 香港自治法 香港自治法 是兩黨共識通過 特朗普簽名 你除非推翻了香港自治法 或者民權及人主法案 你就可以放鬆 對於十一加四人的制裁 如果不是 是不可以的 No cannot 除非一件事 你做厭制 提供一些很有力 很有價值的情報 這樣就有機會 如果不是 是不行的 有些人搞錯了 是不行的 中美貿易協議可以 為什麼呢 中美貿易協議 是行政命令 來的 任何不是based on 一條法律的事情 Joe Biden 都不能夠推翻特朗普 他有個法律在 法律是兩黨過了 不是香港這個立法會 大哥 不是香港這個立法會 別人是有參議院 和眾議院的 特朗普簽名 他們不過 特朗普也不過 大家看到蓬佩奧 被制裁者 損害香港自治 侵蝕法治 對嗎 好 最尾 到討論美國大選 我相信 大家都會覺得很奇怪 因為大家聽到這個節目的時候 11月11日 距離大選已經是八天 已經是八天 大家看到 這是我昨天 四點多 大家會看到 拜登的選舉人票是279票 特朗普是214票 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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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止 你不耐煩 最不耐煩的 就是兩類人 三類人 一類人 曾經吹捧過拜登的傳媒 包括不同國家的領袖 這是一類人 第二類人 當然是民主黨 第三個 就是拜登自己 為何這麼久都不宣佈我當選 最少你不宣佈我當選 都宣佈我的票數 是吧 拜登279票 特朗普214票 沒有宣佈 沒有任何官方機構宣佈 為甚麼呢 因為特朗普的競選團體 在Pansyvania提出訴訟 自然舉一個 他應該是五個州都被告 大家看看 剛剛我在今早 在一個媒體中 掌握出來 11月9日 特朗普的競選團隊 向Pansyvania的聯邦法院 聯邦法院 大於一個州法院 提出選舉訴訟 質疑郵寄投递票 欠缺透明度和驗證性 驗證性 11月10日 美國時間早上8點22分 11月10日 11分鐘之後 美國參議院 這個共和黨 你可以當他說話不可信 他說特朗普有100%的權力 調查大選違規指控 以及考慮以甚麼法律去選項應對 你當這個人是共和黨 你當這個人偏幫特朗普 但是最有力的就是同一天的8點58分 即是說特朗普入稟之後的36分鐘 美國的司法部長William Barr 說授權聯邦檢察官 就有關投票違規的大量指控 展開調查 那便回答你為何他不宣布呢 因為現在美國的司法部覺得這個選舉是有問題 他是不會宣布拜登勝算的 他連票數都不宣布 其實所有點票活動應該是完全完結的 因為今天已經是11月11日 當然有很多虛擬新聞出來 有虛擬新聞說 特朗普在選票上做出水印 他們欺負了 因為有水印與沒有水印 一照就知道 這當然是虛擬新聞 因為如果有水印的話 拜登又怎會不知道呢 他在共和黨 整個潮都有線眼 怎會不知道呢 這應該是虛擬新聞 也有很多攻擊特朗普的 譬如說 他太太想跟他離婚 做完四年 這個第一夫人想跟他離婚 很難說的 因為特朗普是很快樂的 他很快樂 一個人喜歡錢 喜歡權力 做過了 有時候受不了 這個 我覺得也不奇怪 但你看到 人們很奇怪 你看到 有些新聞 他選擇性地不報道 現在就是告這件事 特朗普主政的時候 那些人不戴口罩 就大肆宣傳 但是慶祝拜登 當然他還沒登記 那些人不戴口罩 他們也不說 好了 特朗普的老婆 搞離婚 他是頭條的 他是頭條的 但是特朗普 他告訴大眾 直播 喂 選舉是舞弊的 就被人剪掉了 所有對於特朗普 有 壞影響的言論 Facebook 全部剪掉了 他最初 最初 都更好 下面有一句話 後來整個帖子都剪掉了 但拜登那些就沒有了 所以現在Persyvenia 就開始有人 告這個 諸可百合 告這個Facebook 我相信 這樣的話 問題出現了 就是 最初意氣風發 鬆無鬆逆的人 現在開始覺得不妥了 第一個不妥的就是拜登 拜登和賀錦麗 為甚麼呢 因為總務處到現在 都未承認拜登是勝選 連票數 聯邦選舉委員會 都沒有公開宣佈 即是說 別人接納了特朗普的選舉舞弊的 Posecution 那你麻煩了 你畢竟被人聽 你當選 好了 現在拜登 就是告這個總務處 他一開始就笑別人 你特朗普搞甚麼 告甚麼 擺明你都是 無證據的指控 那你現在又告 特朗普 是吧 這些就是好肉酸 慢慢地 你見到傳媒的力量 就弱了 慢慢地 你見到拜登的力量 就弱了 為甚麼呢 因為開始的人覺得 特朗普未必輸 大家明白嗎 開始的人覺得 特朗普未必輸 今年這個拜登 如何呢 離譜到 然後呢 就立即去 我忘記那個聯邦甚麼鬼一機構的名字 總務處 立即申請幾百萬經費 去籌組內閣 被人拒絕了 喂 沒有說你當選 你做甚麼我不管 但你不能夠申請 籌組基金 你更加不能夠告訴別人 你籌組內閣 因為沒有說過你當選 好 慢慢地 你便看到傳媒 咦 怎麼會這樣呢 特朗普如果 如果被人拒絕了本 豈不是才對 其實最嚴重的就是傳媒 還有呢 蔡英文 還有就是蔡英文 所以我經常說 沒有智慧沒有用 其實 我們都沒有這種智慧去做 去從政 你都未看清楚形勢 當然很多人都希望特朗普 即是其實他做了一個既定事實 他想做甚麼呢 他想特朗普自己認輸的 其實 怎知道他走勾了去打戈爾夫球 他理你又未 我打戈爾夫球 你煩著我 好了 搞著搞著 當你的氣勢慢慢弱了 人家接納了我 因為我有白說句 我有這麼多證據 他可以不接納嗎 我一折一折一折的證據 我告訴你 那現在裝彈弓就裝到你拍 因為現在的問題 你是選舉舞弊 現在不是點票那麼簡單 現在不是點票的問題 是根本你是點了一些 那些不合法的票 那些是 你現在是選舉舞弊 那些人是整個抽出來的 那些人是 那你慢慢慢慢地 當那些傳媒 當那些祝賀他的總統 當那些民主黨的人 咦 原來打官司 原來 原來法庭接納了打官司 這兩三天就有條片流出來 四五天就有條片流出來 所有的片流出來 都是拜登那邊舞弊 特朗普一條都沒有 特朗普的老婆和他離婚關的選舉 有什麼事 對不對 對不對 特朗普的老婆和他離婚關的選舉 沒有什麼事 那你就看到一件事 慢慢慢慢地 你就看到人性的醜態 我告訴你 特朗普很忌仇 他肯定忌著你的 你Twitter以後就很大糟 我告訴你 你看到特朗普突然間 換了這個國防部部長 他不是沒有準備的 他有準備的 之前的國防部長不是這樣聽話 應該換一個 絕對聽話的 換一個國防部長 有很多好處 第一件事 如果國內真的有什麼內亂的話 他可以排兵 用緊急法 他可以排兵 當然正常情況他不會 第二就是防止你中國 趁這段內真空的時間 攻擊台灣 聰明的是他 我先用了這招 但我不一定要用 但我先用了這招 即是我放兩隻航母 在你南海裡 我不一定要用 但我放在這裏 你就有一個牽制的作用 大家明白嗎 所以特朗普是聰明的 硬的我有人在 遠鏡我和你打官司 你和我爭 我就經常說 最慘的是 你以為自己贏 別人盼輸和你打 慢慢慢慢 你見別人追上來 自己的支持者 慢慢消失的話 是最慘的 很快拜登就是這樣 很快拜登就是這樣 當你每一個媒體都被人告的時候 你還敢這樣去支持拜登 你夠不夠膽 你其實搞這麼多事情 現在所有的媒體 自我審查也好 紅色也好 為甚麼 即是想做總統嗎 為錢而已 是不是 一是被人罰錢 如果特朗普做了總統的話 再連任總統的話 我有甚麼不益理 四年啊 你怎麼捱呢 對不對 你又會見到人性的醜惡 很多人就會轉態 我告訴你 當他接受了官司的時候 1月20日 能夠決定 開不開展那個 重新點票 你已經偷笑了 真的 1月20日 決不決定重新開展的點票 你已經偷笑了 我告訴你 這個官司 打到明年今天 都不知道選不選得出這個總統 那就變成誰呢 變成佩洛西 那麼佩洛西是怎樣 佩洛西是強硬的 佩洛西是強硬的 但當然他不會改變太多 因為他只是代總統 那我就不知道誰做副總統 但問題是 你埋怨這個女人又不是 不埋怨又不是 為甚麼呢 你不知道官司打到甚麼時候 官司完結了 一再選 一天之內就定出勝負了 但問題是 你如果再選的話 拜登一定輸 我告訴你 為甚麼呢 他原來就說 因為你舞弊 那些人還投你嗎 所以我們在開場 我們已經說了 我不明白 為甚麼你要做這件事 其實拜登不是輸定的 有可能他贏少少 即是 所有違規的事情 不做 可能他贏少少 但邏輯告訴我們 贏的那個不用出術 是輸過才出術 那你現在就知道 其實誰落於下風 那些傳媒 他沒有走出來認錯 你也知道民調錯到這樣 喂 你誤導了全世界 你的民調 現在還出來說 以後你不要相信民調 我告訴你 以後你也不要相信 全部流 即是問題 其實不是民調有問題 是甚麼問題呢 根本就是這些傳媒 操縱了民調 問甚麼問題 甚至硬改了回收 你就看 泛民 都做了兩次民調 找中劍華 他們做了出來 又說 市民不知多少成 支持他們 繼續在議會抗爭 是吧 繼續在議會抗爭 好了 那你支持你繼續在議會抗爭 那為甚麼你現在 炒了四個人 又全部總辭呢 是吧 那你的民調是怎麼來的 所以你不要相信民調 我一直都不相信 我告訴你 好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到這裏 那大家 如果支持特朗普的話 應該聽完之後 看完事實之後 大家就繼續支持特朗普 未必輸的 我們還有機會的 是吧 即使我告訴你 現在我們由盤輸來打 坦白說 盤輸來打沒有心理壓力 是吧 最多輸 是吧 你給我贏了 你就糟糕 是吧 任何你記住 打仗都是一樣的 背稅一戰 盤輸來打的話 沒有心理壓力 放很多 我可以打得 你現在的心理壓力 就去了拜登那裏 我公佈了 我說了 我告訴別人 我現在要組織內閣 我現在要組織內閣 沒有錢 我一告他 一告他多久 告三個月就告完 才對 那些人就會問你 那你又說組織內閣 為什麼這麼久 這個總部委員會 都不 certify 你是下一任的總統 答得兩答 你就不敢回答 是吧 答得你回答 你就不敢回答 現在那個總統還坐在裡面 老友 對不對 所以我們經常說 做人 欠虛一點好 走出來 我們還是等法院的判決 等政府的判決 有什麼錯就是他 你自己走出來 對不對 今天就問你 你為什麼要走出來 你難道真的好像 好像審死官 我站出了一點 不行 對不對 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我們的網址 地產小專家 逢星零五 和大家見面 投資日志 我應該就快說到李寧 還有這個合景遊活 微創醫療 疑卡和萬國數據 大家有興趣可以訂閱 十一月份 YouTube投資筆記 美股的大家有興趣 都可以付費訂閱 好 我們兩個收費節目 投資日志 港股文字版 和YouTube投資筆記 YouTube版 那我就不重複了 大家看看螢光網 付款方式 銀行帳戶 轉數快 和PayPal帳戶 大家有任何問題的 電郵給我 Hongkongfinancial at gmail.com 或者在下面留言都可以 好嗎 好 多謝大家收看 那就要 香港財經R 美股財經R 突然間忘記了 明天再和大家見面 多謝大家收看 明天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